各位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国家软实力的话题 什么是国家的软实力 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产品的输出 在当今世界 有几个国家在文化产品的输出上做的是很好的 美国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 那可不只是本土放的好 全球各地 包括我们中国 播的都很好 借由好莱坞大片 可以说美国的精神 美国的象征 美国的形象 传遍了全球 好莱坞大片 对美国绝对是加分的 韩国 我们的禁运韩国 早在二十年前 人家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 二十年前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韩流 时至今日 韩国的电视剧 韩国的偶像明星 那可不只是在韩国本土 中国 东南亚有人气 在很多欧美地区也是很有人气的 日本 日本就更不要提了 日本的动漫产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咱们中国很多少年儿童都是看着日本的动漫书 日本的动画片长大的 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啊 美国很多青年人谈起日本的动漫产品 都是津津乐道的 咱们这么说吧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一方面 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很强 他们的产品能卖到全球各地 可谁又敢否认 这不是人家软实力 是人家文化产品成功的原因之一呢 以前我们不也聊过吗 东南亚很多老百姓要喝韩国的烧酒 说实话 韩国烧酒那个味 简直就是酒精对上白开水的味 哪比得上中国白酒啊 可就是人家韩流成功啊 人家软实力强啊 人家文化产品输出的好啊 就让东南亚的老百姓 迷恋上了韩国的烧酒 而对于我国来讲 近些年来 我们经济实力成长很快 也到了我们要输出文化产品的时候了 去年我们跟大家聊过 说中国的很多古装电视剧 播的很好的时候 越南竟然有很多人 私下成立了字幕组 从网上盗取中国的古装电视剧 每一天翻译成越南文 在越南当地播放 播放量还非常好 这说明啊 我们的文化产品 其实已经有了走出去的能力了 而今天我们欣喜的看到 很多中国企业 正在把中国的文化产品 中国的影视剧输出到非洲 为什么要输出到非洲呢 因为很简单 非洲和当年的中国很像 现在我们正在纪念40年前的改革开放 40年前我们有着大量的人力 我们需要西方的资金 西方刚好处于一个市场疲软 资金没有地方投的状态 所以西方大量的资金技术来到了中国 跟我们共同成长起来 而今天当我们经济实力强大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开拓市场 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资金找地方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经营非洲 而经营非洲不光要帮人家建码头 修高铁 建高速公路 建电网 也要用我们的文化产品 用我们的软实力去征服非洲人民 今天很多中国的都市剧 在非洲播的都很好 因为对于非洲比较贫苦的老百姓来讲 看到中国的都市剧 那就跟看到天堂一样 就像40年前我们看到西方的电视剧一样 很多中国公司已经利用卫星 在非洲建设了电视台 长时间的给非洲人民提供优质的中国影视剧产品 很多中国的影视明星已经被非洲人民津津乐道和熟悉了 非洲可是一个广袤的市场 对广大非洲老百姓来讲 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因为西方各国毕竟是当年的殖民者 留下的是掠夺的记忆 而只有中国从来没有掠夺非洲什么 我们带去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是各种各样的产品 是工作机会 对于中国的文化产品来讲 我们得承认 现阶段让我们攻下好莱坞 让我们攻下日韩市场 甚至让我们攻下西欧市场 可能难度比较高 因为毕竟人家比我们早发达几十年上百年 而非洲不一样 非洲绝对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产品 下一个大爆发的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